第十五条 第一站 我又看见白的条头在天里 大个奇怪 就是这个天才有讲七行材的 就是露卖的 因为兄弟的大书气对这里来陣 我又看见薄雷和黑三参的海 又看见那些帝城来传理书和他的胸 以及他的名字的少女的 站在薄雷海 都拿上帝的金 严上帝老婆毛丝的丝与英国的丝 说 主上帝 专领的啊 你的所席大个奇怪 历世代的王啊 你的道路疑又真实 主啊 一嘴不见为鬼英国你的名字啊 因为独独你是姓 每天都来敬拜在你的面前 因为你公议的所行已经显明 这些事情了后 我看见在天里 那个最正族的火木的电已经开 那些这些天才 有在将七行材的铁 对电出来 先乎穿補酒 穿两个更明 行战下金大 四个华密的一个 将这个金碗 给那些天才 来面对摩 那个外交代代无人的上帝的大书器 对上帝的英更与他的官领 就电里有缘摩摩 又没人跪摩摩 听好到这些天才 这项的材的走心